台湾第一點 台湾第一點 縱完一年 它要休耕多久 5年 6年 你看 丟在那邊 要5年 6年 它要想怎麼辦 可以直接吃 就是像蜜餞一樣 有辣 但是沒有當那麼 那麼辣 魚鬆裡面的L.O.V 更多都是L.O.V 我們的特色就是 其餘它才有辦法炒出 刻意到 這幾個圖形 超漂亮的 有藝術家的本質 手很穩 不簡單 第一次演魔 第一次 天氣轉涼了 你會用什麼方法來取暖呢 開暖爐 吃火鍋 暖暖包 但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項食材 可以把你身體的寒氣逼出來 這邊的人 也就用這個食材 吸引了大批的人才 一進入冬天 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食譜 非火鍋莫屬啦 熱騰騰火鍋一上桌 喝上一口湯 直接拿到心裡去 但是 這苗栗大湖人的保暖 秘方又是什麼呢 老爹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說 我真不懂耶 我爸把那兩分半的地 拿來種薑 我說種薑很好啊 為什麼 他說 但你知道兩分半的地 種薑下去 種完一年 它要休耕多久 五年六年 你看 一片地丟在那邊 要五年六年 它要想怎麼辦 它就這樣 對 所以你們這邊這樣種 你這一片這樣一年完了以後 收割收掉 停五年 我們還可以種其他作物 種什麼 草莓 番茄 玉米 蔬菜 但就是不能再種薑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薑它有蠟性 對 而且有一些病蟲害 對 遺留在泥土裡面 泥裡面 對 你第二年種 就很容易有病蟲害 因為土地很難找 工人也很難找 那現在年輕人種薑少 他種草莓 他高收入 一分地可以賣三十萬 這個一分地差不多可以收六千斤 批發價三十塊 三六十八 十八 十八萬嗎 對啊 我數學不好不要靠我了 對啊 還是草莓 它的利潤會比較好 老爹您種多久 江 您幾歲開始種 我從小阿公爸爸 世代都在種江 就傳到我還是種江 我今年是八十歲 這塊是我種的 我很用心發展地方觀光 我們成立一個協會 多元性的 我們地方慢慢的發展 這個 年輕人就慢慢的回來 老爹的所在地 位於苗栗縣大湖三義交界處 是關刀山東面的一個客家圖村 早在清朝時期 就以地形 土質以及氣候優勢 開始種植生薑 加上客家鮮明 刻苦耐勞 擁有培育江麻的優越技術 數百年來這個村莊 便以江產業受到各方肯定 對不對 對 石頭拿高一點 再夠細一點點 這樣 這樣就 就翹起來 這個時候就可以這樣 拿苗 拿苗這樣 對 這樣整個 這樣 要救火 救火喔 你看 很漂亮 這個滿多的 好香喔 就先這個把它 折掉 泥土不要 還有這個根不要 種的時候 要肥料 要水 但是夏天颱風來 會帶來很多的疾病 菌 所以颱風來過後 都要噴一些 殺菌的藥 對 我以為江很強壯 就是它自己的那種辛香料 那麼辣 你不要說什麼 蟲什麼都 我都覺得都不敢來 你人有時候要吃都有難度了 結果沒想到 它其實颱風水浸下來 它其實是脆弱的 對 所以江其實也沒那麼好顧 不是說 不是 很好吃 比小孩子還難顧 因為 他不會講話 他生病 只有用經驗 這個母親 江母 所以這可以拔嗎 可以拔下來 這個是比較辣 它已經兩年了 生長那麼多的蚯子 江母鴨 是不是用這個東西去弄 這個是更好 但是沒有那麼多 這個也不錯 過年那時候就開始種 種到端午節 那時候挖起來 就嫩漿 端午的時候是嫩漿 可以醃脂中秋節過後 鹹圍比較多了 已經慢慢的老辣 會到冬至 它的苗已經卸掉了 OK 它已經變成 老漿了 因為它沒有苗 沒有養分繼續 那現在有一個保存的方法 你說 就是到冬至過後 我們就挖起來冷藏 冷藏 那個根要拔掉 好 對 您真是耳聽事面 眼觀八方 老弟 你放在十三度 對 給它休息 那整年要用 我們就再回來 對江撩弱執掌的老爹 從小跟著祖輩 在江園裡忙進忙出 直到現在八十歲了 他也沒退休 一生與江為伍 並凝聚大家 帶動地方發展 不只持續種江 讓來到這遊客們認識江之外 還能從吃喝玩樂 各方面與江接觸 你說這是江蜜劍 但是為什麼炒起來很像 我們以前在吃那個黑糖漿的概念 因為它就只有 薑片跟黑糖下去炒 但跟蜜餡 蜜餡不是屬於 會有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才會變蜜餡嗎 蜜餡它有分很多 你說那個酸的 它是有加酸一點 你這個完全用糖去木 因為我們要保持這個 薑片的完整性 所以必須要輕輕的去 不能這樣子隨便這樣 不行 為什麼 那會怎樣 炒完這樣 很快的動作 它就會捲起來 我的橙餅就不漂亮 所以要它是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的 就是為什麼要純手工 所以純手工才可以把它炒到 像一片一片 所以要慢慢炒 慢慢的這樣 對 這樣 然後把它翻到旁邊 對 不要讓它捲起來就像 就沿著鍋子的骨度像下去 這現在可以吃嗎 可以啊 這現在可以吃了 隨便拿 我拿鞭鞭鞭先看 OK 但我喜歡像這樣 有點辣辣 這個辣辣好好吃喔 感覺身體都熱起來很甜 你已經有炒好的成品嗎 有 很便 可是我們就是早上炒好的 所以它成品會這樣 片一片的 有漂亮 炒完便這樣 對 這樣就比較像蜜餞 乾杯 沒什麼薑味了 聞起來 聞起來沒有 應該都黑糖的味道 好吃啊 這比較辣 因為它這個糖醬已經炒蛋了 所以那個糖醬比較多 會覺得沒那麼辣 不過這平常我們是怎麼吃 就直接這樣拿起來吃嗎 可以直接吃 就是像蜜餞 對 我吃的是薑不是辣椒 有這麼嚴重嗎 好辣 辣嗎 還好辣 有辣 但是沒有到那麼... 有辣 沒有辣 沒辣喔 平常這麵線我們可以用在哪 我們可以直接拿來煮薑茶 我們炒過了 還需要煮嗎 還是會只要滾水沖就好 滾水沖的話 它不會那麼辣 一般上班族就不要吃 這是用薑下去做的喔 這個是用薑黃 薑黃 我們要把它染成這樣嗎 要染成像這樣 等一下 這個的黃色是薑黃的黃嗎 對 薑黃的薑黃樹 所以主要染色是來自於這個薑黃 來自於薑黃 這都是我的阿伯自己做栽種 好 我可以掰開來看嗎 可以 你看一下這個 好像地瓜一樣 這個是紅薑黃 所以它薑黃樹會來得比較高 可以吃嗎 可以吃 我超喜歡吃薑黃的 可以試一點 味道比較濃 香耶 薑黃味道就會比較重一點點 薑就比較有辣性 就有顏色耶 我們今天就來學 怎麼染 像我們家有沒有 你像這個綁染 你就可以運用到橡皮筋 來 好 只要被你樹住的點 它都不會染到色 對 都不會染到色 也可以運用像這一個 防夾染的部分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會像這樣 夾的它就會變成直線的耶 會有 夾染的部分就會比較有一點幾何圖形 這樣 那我可以在這個中間夾嗎 可以 染布啊 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你染出來 你也不會知道 它會變什麼樣子 它會變什麼的 因為它還是會有一些變化在裡面 對 所以這下去煮要煮多久 大概10分鐘 5到10分鐘 對 5到10分鐘 因為它用熱染的速度 熱染速度比較快 但是就是比較不好呼吸的 對 複色就是比較不好 染布時 一般會在染之中 加入醋來定色 薑黃的辣加上醋的酸 讓我們當場想喝酸辣湯喔 而除了小心手臂染色 以及盡量別站在下風處之外 布也別綁得太緊喔 好 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出現的喔 來看一下它會變什麼樣子 1 2 3 水果就打 水果就很漂亮 對 我們喜歡的就是這一種 我們的特色就是 有顆粒有樣子 其餘它才會放到草出顆粒 百分之百存其餘肉 沒有香菌 沒有色素 沒有白虎 台湾第一點 看它會變什麼樣子 一 二 三 染得不多耶 對 但它也是另外一個風格 其實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可以拿去做教學 就是請勿跨越雙黃線 看起來 有沒有 這是台北的交通啊 對 好啦 就這樣啦 你第一個留言的人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 好不好 很好看喔 就拿起來 冷冷的空氣中 飄著金黃色的薑黃染布 也算是在視覺上 帶來溫暖的感覺 而在薑麻園 不只著重在 休閒產業的豐富度 在地人為保持薑的產值 以及土地的永續 還有了新的研發 這也是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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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種在袋子裡面耶 對 因為我們要顛覆 傳統的那種種植方式 然後看彌補它的 本身缺陷的地方 試圖想要 用這樣的方式 讓它同一塊土地 可以每年去做種植 然後我們把土壤 去做更換種 其實現在我們就在解析 它到底需要哪一些 微量元素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看到土壤本身 我們用的這個是 種完香菇後的木屑 種完香菇後的木屑 我們需要農業廢棄物 可以再利用 所以我們花了四年的時間 做這樣的實驗 其實一直都在改良土壤 那你第一年種出來的薑 是什麼樣子 第一年種出來薑 為什麼需要 為什麼你又把它壞掉 因為大家都在初步的階段 所以我們直接是拿 尚未改良過後的菇土 然後來進行種植 才發現它腐敗的速度很快 然後它的密度會很高 然後我們將需要良好的排水 那那一陣子是剛好下大雨 剛好就爛掉了 每一段東西在改良的時候 其實中間的辛苦 是大家不知道的 可能就看到都已經成果 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也是第四次的 對 我們改第四次 我們可以看 有哪一個是可以看的 好啊 我們現在其實 還沒到採收的季節 但是我們因為是一個實驗階段 所以我們都需要 定期都需要檢視 對 這樣就可以 其實它薑的顏色比較淺 對不對 因為它現在還沒入冬 它還沒有變成老薑 對 但它不夠老 它裡面纖維也滿多的 它已經有纖維了 所以它算是粉薑或中薑 它已經不能是嫩薑的狀態 它有薑的味道 但是那個薑的味道 並沒有說 像我們種在土壤裡面 那麼的濃郁 對 對不對 吃起來就感覺 吃起來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再加上現在 這也比較煩飽 我種完之後 我這些都是油脊子 那種木屑或是玉米芯 甚至有一些是金木蟲的大便 它可以變肥那種嗎 我們就去果園裡面 去做對肥 它不會種香菇 種完之後 就沒有再進行使用 大家會覺得很困擾 它是一個農業廢棄物 這樣的名稱 對 但是這樣的研究模式 如果說研究成功了 那基本上會 將的這個種植的農業技術 我覺得會再更好一點 會才會更好 其實每個人都會 為這個土地努力 這滿好的 是的 大家都聽過薑 都聽過薑黃 但是 真正用在食材上 到底能夠有哪些 比如說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薑黃跟麵下去 做搭配的 薑黃麵 搭配我們的薑麻油 它薑跟麻油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調理包 對 我們還有研發做成一個調理包 跟薑黃麵做搭配 做 現在的年輕人 他比較不擅長煮 幫助大家方便 對 對不對 吃起來滿滑口的 好香喔 好香喔 麻油味 對 味道 好香喔 好吃耶 它的那個薑黃味跟薑味 很明顯 但是它卻不辣 而且它吃起來有一種就是很適合 冬天進補的時候 對 像是這個秋冬 這個季節滿適合 補起來的感覺 好好吃喔 天啊 我原來這個這麼簡單喔 也非常的好吃 我們台灣原來種薑黃酥的多嗎 原來種不多 像我們這個區域 早期是種薑 因為種薑完之後它會燒羹 燒羹之後我們農民 就把它種薑 還有什麼 這個是算嫩薑 紫薑牛肉 它跟牛肉做搭配 雞薑喔 對 它可以去牛肉的腥味 可以跟薑一起做搭配 好吃 這個就薑母雞酒 無敵 我超愛的 這個如果配飯的話那 拌下去 對 我跟你講喔 這個喔 為什麼我剛剛前面都沒有拿給你吃 因為我有開車 所以我不能吃 因為這個有酒 但是我自己也很會做這道菜 真的 煸那個麻油的時候 一定要用小火 好香喔 我跟你講真的棒喔 你沒有開車 你有司機 我沒有喔 我就是司機 麻油雞酒蛋超薄的 對啊 對啊 薑酒 我超喜歡吃的 這等一下配飯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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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喔 我可以不用錄了 沒關係 你就擺得就好 我自己會找鏡頭 有時候我們常常在講 叫做 適地適縱 對 沒錯 比如在加麻油這樣的土質 就適合種薑 我們就把它種薑 對 但只是輪座式的方式 讓它休息 種薑黃 種其他的作物 對 那我們出去玩的人 我們到了台灣每個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一個 屬於當地的特色 對 也可以讓它從 產地到餐桌 是最近的距離 懂嗎 多出去走一走 對你有好處的過程 立刻規劃個小旅行吧 來到海拔800公尺高的薑麻園 帶個新鮮現材的薑回去 或是吃個薑料理 保證暖過一整個冬天 而如此懂完的人 可不只是只有我 唉唷 唉唷 悠哉喔 是不是 兩位大哥 學長 學長 兩位學長 開工囉 你們在幹嘛 開工 對啊 泡個腳嘛 對啊 喝個東西 對啊難得 喝個薑茶泡個腳 現在我們角色要互換是不是 我是會拍 我會拍啊 那你會講口感嗎 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喝的是什麼 這不用講口感 這叫泡酥爽就好 沒有啦 唉唷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 來來來來來 幫我拿一下 國哥講的口感嗎 這個這樣喝下去 真的 這種 冬天的感覺就會 就不會忍 你怎麼像 你怎麼就像是一個地方大叔在聊天 所以呢 泡泡這個腳 用薑汁泡腳 血液循環增加 吃一點跟薑有關的東西 蓄去自己身體的含意 有沒有感覺非常地好來 有話交啊 有沒有 只有 你還會這樣的預計 有真的嗎 台灣第一店 換你進去 這裡面我們家很特別的是 蒸汽不是水 稍微有點溫度了 先把我們降個溫 雖然是蒸汽不是水 你也不用擔心會有 水涼掉的問題 這個溫度 我們旁邊都可以遙控器 這邊都可以自己調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跟外面比較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有無敵山景 最遠可以看到台中新社 大雪山跟小雪山都看得到 好漂亮喔 其實這個時候在等 冬至過後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山裡的霧氣比較多 東美季風來的時候 那個整個這樣 會把髒空氣壓掉 就試著能不能看到新社去 江這個天然暖暖包 透過在地人的多元發展 還特製了各種江的伴手禮 就是要讓你暖暖過冬 而接下來這個伴手禮 聽說還是精品等級的喔 你用鰻魚 然後用這麼大塊的魚 但是我來 我是要知道怎麼做魚鬆 對… 所以我們要先從處理魚肉開始 這是什麼部位 再來就是它那個 鰻魚身上最好的 背上對不對 對… 你用鰻魚做魚鬆 這成本不會太高嗎 好… 在我們這邊 我們分為魚鬆跟魚酥兩種 那魚鬆就是有顆粒的 我們的特色就是有顆粒有養肌 鰻魚它才會把它炒出顆粒 百分之百春鰻魚肉 沒有香精 沒有色素 沒有黃蚵精 也不加 就只有鰻魚有辦法抓 對… 那其他魚就要再加東西 其他魚就要再加東西 但是其他魚也炒不出有顆粒 很難 真的很難 到底是什麼顆粒 顆粒喔 等一下你吃吃看就知道 好 我先幫你切一切來去炒 對…這個就炸了 這個就很漂亮 我們喜歡的就是這一種 分切後 鰻魚塊 外圍帶有筋的部分做魚鬆 中間全肉則做成魚酥 而選用大型的鰻魚來做魚鬆 主要是因為肉夠大塊 纖維就夠 炒出來的魚鬆 竭力的機率也比較高 小老闆玉群說了 有別於市面上標榜 適合小朋友食用的魚鬆 他們家的魚鬆口感獨到 號稱是魚鬆界的精品 反而是屬於大人們的食物 所以你說是大人最愛的 對…大人應該是有顆粒有咬勁的 那個這一種 為什麼 我吃這麼多年的魚鬆 我沒有這樣細分耶 魚精要挑起來自己吃 魚肉球 這個要拿去桶林炒 又有多一個叫做魚鬆裡面的 LV 你要再加鹽子醬酒嗎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可以耶 這樣就可以了 我還是能人是這種米薯醬酒 原味 台灣第一店 所以你說是大人最愛人 對…大人應該是有顆粒有咬勁的 那個這一種 為什麼 我吃這麼多年的魚鬆 我沒有這樣細分耶 它看起來軟軟的 為什麼可以炒出鬆的啊 它跟你本身的 特性的 我以為魚鬆都吃到那個 就桑桑咪咪咪 像是雪花麵這樣才叫好吃耶 如果不是喔 這樣有顆粒有咬勁的 會比較好吃喔 對 這個是要讓它開始攪拌 其實不是零食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這種比較大的 好香喔 好有吃魚喔 煮過的奇魚塊 放到攪拌器裡 攪拌均勻後 則要分兩階段 放入平鍋 以及立體滾筒鍋裡 平鍋是一般烘草的方式 而奇魚鬆結顆粒的關鍵 在於多了立體鍋烘草的步驟 等待出爐時 我們可沒有閒的喔 你們是有分是不是 有啊 魚鬆是誰 到底是誰在做 魚鬆喔 過去就是我們食物在做 我回來就開始攪拌了 你回來做這個 就是要拿這個 來打你爸的魚鬆對不對 就是要 同陣線的對不對 但是就是 意思就是說我們這樣 青豬魚啦 更勝利的概念 魚漿 先把魚肉攪碎 然後下去加我們的調味料 對 開始打 打到充分混合居民之後 你會看到像現在這樣 對 那再來最重要的一盤就是試吃 可以試吃嗎 你要判斷 看這一波的好快 我內行的 我內行的 試吃對不對 看得出來 大家都是吃貨 對... 吃貨... 那邊的話就是 先把機器關掉 然後再來就是 魚丸都是原型 對 就是幾顆 這個我也可以 可以喔 但我的就可能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啦 這樣 這樣子 對 這樣 可以... 那我就試這一顆 好 就是... 拿起來之後就是糖水 我等一下要加一點糖水 稍微冷卻一下 冷卻一下 再來就是彈中間程度 然後就摸 喔 有像摸 你可以摸摸看 要摸什麼呢 有 有 如果弄手 OK 如果是在那裡有一點摸摸 就好 好吃耶 而且啊 它還滿有魚的香味 你知道 它就是 最有糖 這好吃耶 這裡面 炸開來 乾煎過 加一條芥末 完美 這個上等奇魚香 真的喔 漂亮喔 那它這個上等奇魚香 跟那個上等魚蔥 哪一個比較厲害 如果要比的話 我們的魚蔥 比較方便 我們的客人比較喜歡吃那種 有顆粒 看來 你回來家裡接 還是有相當的求生意志 魚丸這樣產品 是70年前 阿公在市場賣魚蔥時 就有個品項之一 到了爸爸那一代時 覺得分切後 剩下的魚塊不要浪費 於是就把不適合做魚蔥的肉 拿來打成魚漿 也會做成天婦羅 讓客人有多種選擇 這個 剛剛它下來那個什麼感覺 有點像黑糖塊啊 看到那種大開的嗎 這個... 那個就魚 裡面有筋的 原來是筋喔 原來是軟骨的筋 原來是筋肉的筋喔 對... 這個... 這個叫魚菜 等一下挑給你看就知道了 在哪裡啊 這到哪邊 這邊... 說是魚蔥但它也沒有多輕耶 所以已經... 這個啦 對...這個就魚蔥了 對... 我以為這是你們要挑掉不要的 沒有 這個是很棒 這很好吃 這一定要吃吃看 真的嗎 你既然都這麼講了 我就不好意思了 OK... 怎麼辦 我咬太大塊了 我忘了給你耶 我咬太大塊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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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還有 嗯 好好吃喔 超好吃耶 吃什麼藥物餅 說拜託 拜託... 哈哈哈哈 大隻的魚 他身上還會有筋 以往你如果說 如果有筋起來 你一定會把筋起來 對啊... 那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說 原來他會有肉筋的筋線嗎 就是龜公母的媽媽 你媽媽 對 他喜歡吃 真的喔 所以你該不會現在挑起來 就是挑一碗要什麼的 它都是自己來裡面 挖寶的 對 現在如果這樣的話我也懂 對 那個是這個 現在挖寶 對 現在挖寶 哇 你知道挖這種魚棕球呢 那叫魚棕球 所以魚棕球的話 這裡就不用它 喔 就是蛤蜊的 對... 那這樣這裡 你會把它補充開來的嗎 這個的話我可以留起來 所以我講我們 可能會堅持再回去 再回去跑 再回去跑 對... 因為這個東西啊 它就是全國性太高 對 再炒 對 它水分太多了 我們要... 隔天要回潑 對 讓它變得正強 這個... 但是現在實質不好 這個很猛喔 那你們又有說一個 叫做魚棕裡面的 LV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不是KUJI 為什麼不是BAT 為什麼一定要LV LV是最高的 是因為你媽媽 對 他也是 對 他以前也很開心 對 我剛剛切魚的那個地方 切下來的那個就LV 對不對 然後它那個 摸起來就化開 就是剛剛那個啊 對 就是很多 都是LV 然後就是打塊下去 手之後下去炒 炒完之後就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炒完 到這邊以後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叫做敲繩 那敲什麼東西才是動什麼 好 來 我們要挑三個東西 好 來 沒錯 來 第一個 叫做魚棕球 這種也算吧 不對 這是魚巾耶 這個有Q Q度的 這個叫什麼魚巾 魚巾也要挑起來 魚巾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這種顆粒的 對 這種 大顆粒的 對 然後再來第三個 這個東西是 魚巾給挑起來 好 來 魚刺 沒錯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 魚刺 然後就第三個 對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炒味道 炒味道 對 炒蜈蚵羊 這也滿難的耶 這邊非常就是 考驗各位的原地 還好 還可以 對 那炒起來 一看起來都很像蠻紅色 對啊 所以也就是 魚巾要挑起來自己吃 魚肉球 這個要拿去同一場 對 沒錯 對 它比例來說 出現的機率有多少 其實太高了 真的 不知道的人 我們在挖什麼寶藥 小老闆說 整條蟹魚的中段魚腹肉醋 肉質最為鮮的 而且富含油脂 帶有濃郁的香氣 因此被稱為 蟹魚肉中的精品 而它一直被強調 有顆粒有嚼勁 到底又是怎樣的口感呢 魚仔湯 150斤的魚肉 煮起來的 那妳還有再加其他的 應該就不用加柴魚了吧 因為它的魚味很 我加了 我加了一點點 昆布啦 對啦 昆布啦 好香喔 含有很豐富的胺基酸 用本身的胺基酸 魚是不錯的 我一直采魚要三斤的魚肉 才不見得吃得到 喝得到這樣子的魚的糖味 OK 現在像這樣 魚精 比如說妳一百斤的魚 魚肉 下去炒 能出多少魚精 這個大概占比 10% 也沒那麼高 沒有 沒有 OK 金是很少的 對 金比較少 魚中球 魚中球會比魚精 稍微多一些些 長大 因為它是魚肉 真正能流下來的 大概剩下70%左右 只有七層的工作 其實其他的魚松 對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 這個 你把情況下不會炒臭 它冷掉它也不會新 我們買魚的時候 不是那個卡甲甲有一個 比較深色的 深色的 深色的 那個比較炒臭 這個呢 這就是魚蝦烘蛋 加這個顆粒的魚松 其實我覺得富家的 就要吃這個了 真的 因為它越嚼越香 魚松跟蛋它還是很合的 我很期待這個 我是會加個洋蔥的 就是我覺得加個洋蔥 鹽味 多個甜味而已 多個甜味而已 這樣對嗎 對 這樣對 聽專家的就對了 也沒有 我也是出來跟大家這樣 吸收到各地的日月精華 因為每一區在台灣 我們去跑很多地方 對 每一個縣市每一區每一家 都有自己獨特的 沒錯 方法 我就是把人家會的方法 融入 我一記起來之後 我回到家開始炒 或者說我出去露營做菜人家 是不是 你怎麼會做這個 你怎麼會這樣 很厲害 對 你怎麼知道這個原理 對 台灣第一店 沒有 沒有啦 這個 這還好吧 為什麼每個人看到翻鍋 都會覺得很厲害 我自己覺得翻鍋還好啊 常常練就會了 就這樣 好 那如果你在家炒飯 也可以有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讓飯粒粒分明的動作 就你拿一個塑膠袋 你先把飯裝進去 然後你 就會粒粒分明 這個 這個簡單的這個 怎麼不可以這樣 好 找到有點交響… 對… 魚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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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多少 魚腹 魚腹 對 好香喔 對 而且魚腹也要把它 溫度炒進去 沒錯 那這個就不用調味了吧 大人會覺得不夠鹹 我們再加一點點醬油 不然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對 你看看 你先吃一個大塊錢 很鹹嗎 好香 你要再加醬油嗎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可以耶 這樣就可以了 它是加醬油 我還是人家是這種很新鮮的 原味啦 這個我真的太喜歡 不用洋蔥下去炒 對 炒洋蔥 就是好簡單耶 對 一直嚼… 要比較懶惰 其實有白飯 拌飯就可以 就是一般的 家常 家常的語氣 好棒… 這魚腹炒飯的滋味 看大家吃得這麼投入 就知道多受歡迎 難怪這號稱精品級的伴手禮 能七十年屹立不摔 接下來這個 可是來自大師級的產物 同樣不會讓人失望的 小豆飛刀 來 這個 其實就我所知就是很有難度耶 對 一般我們在外面所看的那個飛刀 什麼 他們像馬戲團很多 對 他們都基本的那個轉數都剛好 是一圈或是兩圈 它這個有分直射跟轉圈的 那我先來示範一下直射 我覺得丟不到 因為我以前在大陸拍戲的時候 飛刀真的很難 怎麼樣叫難你知道嗎 沒有人站在裡面的時候很難 不信對不對 來 你去裡面拍 小豆不簡單耶 不會不會失敗 不會不會 真的 嚇 如果弄壞你要陪我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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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第一點 沒有人站在裡面的時候很難 好 好 不信對不對 來 你去裡面拍 不要擁 來小豆試一下 放 我擦一點擦 過頭 來 這邊還有 來 貢估耶 來 這邊 來 Yeah nice 這有距離可以可以 但是在我射飛刀的 這提拔裡面啊 我跟你講 我發現了一個東西 鐵工師 有 這個是用什麼做的 金屬啊 但是它是原來就有這個嗎 沒有... 這是給學生 他們自己去研磨創作 上面就是磨這個食刃紋 所以這是自己做的 對 所以原來您是做什麼 做藝術刀 藝術刀的 對 所以是學製刀 對 學製刀學一學 你會覺得很累 上來想要輸發流流汗 對 你看我 對 你看我 你以為 小禮飛刀這麼好當嗎 我都沒飛到耶 有沒有 射中一把就好了 走 我們去製刀 領著大光頭的金光師 以藝術刀享譽國際 為了三難救難人員特製的 排灣之展救命刀 還入選國家工藝獎 更成為藍波電影製造 世界最大的藍波樣品刀 為了傳承技術 開班授課 讓有興趣的人 都能習得技法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把刀 擺在前面 不會有一種就是 害怕的感覺 其實我最怕什麼 我跟你講我最怕刀 海豹部隊也曾經說過 如果對方拿什麼武器 他們是最怕的 刀 所以你只要看 這個要跟大家講 沒事不要亂玩刀 不要帶刀到外面走 但是我現在這樣看下來 這是藝術耶 像這個 這是皮雕雕出來的嗎 對 它就像有羽毛在上面的感覺一樣 這個是用脆的嗎 用火 溫度 這個是杜碳 這都是同學做的 好漂亮喔 壓的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一顆一顆 這樣子去打出來 打得好有規律喔 對 這叫皮的裡面的一種工具 做這些刀套 難嗎 很難 很難 非常難 對 非常難 難到我來幹嘛 今天我會教你最基本的 從基本開始 好 等於說 這叫分石刀 手石刀 等於說 小刀 這三隻能挑一次 做皮套嗎 對 但身為新手 光是第一步選擇圖案 我就已經出現了障礙 經過了幾番深思熟慮之後 終於選定接下來 就要將皮革沾絲 下手製作囉 對 就這樣 一 二 三 小豆 不簡單耶 然後就這樣把它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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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面前 也可以 好不好 可以 好 OK 是覺得很開心耶 哇 完成了 漂亮 這集合圖形超漂亮的 有藝術家的本質 真的喔 缺材背而已 我看嘛 還沒有上顏色耶 對 跟我想像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你看那個光影 畢竟是第一次啊 對 你看那個光影 你看那個光影 靈感這個東西啊 真的是說來就來 一開始還擔心 不知如何打出好圖 一下手後 成就感來了 想法也就跟著來了 敲得更是得心應手 兩面都完成之後 接著就是染色 多一點 多一點喔 對 沒關係 它會暈開 對 不會 不會失敗 不會 真的 下 如果弄壞 你要陪我一個喔 沒關係 讓你挑一把 對 直接 這這麼深耶 對 你沒有這麼多 你的底層打那麼深 它吃不到 吃不到 對 我們上面那一層 會慢慢撥開就好了 再來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感覺上是要這麼多沒錯 對 反正還是聽老師的光影 好不好 人家已經走在前面了 跟你講不會錯 你在懷疑什麼 你到底在懷疑什麼 好好看喔 這樣可以了 對 它裡面就比較深 對 有看到嗎 帥耶 好 老師 對 所以要從這一把 對 變成這一把 對 那現在怎麼辦 我們要先磨這個 先磨 對 磨這個面 好 這有一個凹槽 我們等於說我們把 你想要研磨的那種圖型 都研磨在這個面上面 像老師這個叫磁刃紋 磁刃紋 對 OK 好 來 這個是轉速 老師會把你調 不要那麼快 那你先在這裡 先研磨它的深淺度 OK 我去試一下 我們就有一個口角 這樣1 2 3 起來看一下 這個深度 看你夠不夠 對 它才一下下就有深度了耶 對 你要算 老師的1 2 3跟你的1 2 3 搞不好不一樣 至少要有一個深度 好 你要自己去排列 要跟怎麼研磨 好 我來試 好 那就這樣子 好 你記住這樣子 我們手在拿 就差不多有10公分的距離 這樣子 好 依序這樣10公分 好 這個等距在中間研磨 OK 到後面手要這麼拿 再換過來 OK 這個倒背也可以 老師都會在全程 會在旁邊看 好 沒問題 那你就自己來囉 好 來 我來 金光師在教學時 一來確保學員的安全性 畢竟抹刀不危險 危險是在於操作錯誤 二世金光師大半輩子 與刀相處的情感 那份想把製刀技術 傳承的認真態度 因此他不僅講解細微 也會在一旁隨時指導 最基本在最安全的器皿上面研磨 好 我來 老師講的 差不多10公分的距離 這樣 對 你要記住這條線不要過 這樣就好了 有 開始有東西了 對 中間在拼接 手很穩 不簡單 第一次也抹 第一次 第一次 不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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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發現磨出來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光澤 對 然後它會覺得 它顏色不一樣 對 然後你可以去找 你想要它凹在哪邊 因為老師有前提 有做一個動作 就是整隻噴砂 所以顏色 一般金屬的顏色 你這樣淹抹看不出來 他有的是把它塗黑 他老師是比較簡單 用噴砂的方式 有兩個顏色 所以你在拼接的時候 都看得很清楚 有 有沒有磨過我都知道 一溜煙磨那麼快 好玩喔 很好玩 有感覺嗎 年輕耶 我繼續 好 好 好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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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還有另外一面 加油 可以手 除了專心與耐心 還要帶著愛來磨才會示範功倍 金光師看我越來越順手 放心的去處理皮套後續工作 把剛剛敲好的圖案表皮 加上切出刀型的皮內裡 最後再疊上刀刃厚度的皮革 進行縫製組合 很快 我的刀也就完成了 我不敢相信這是我自己磨出來 真的 這樣算OK的嗎 以密集度來講是差一點點 這中間可以再傳達 如果藝術的眼光每一個人都不同 對 我就是想要這樣子 對 因為你要看 沒有磨到的到時候會變亮色 這我一開始磨 我一磨了以後我發現太密了 這樣我不喜歡 所以磨到這裡我發現 有點空隙不錯 多了一點空隙我更喜歡 所以我到了這一面開始以後 我就多了很多空隙 這個穿搭的這個組合排列 這個叫常溫冷黑劇 常溫冷黑劇 直接插就好了 直接插 對 這樣就揉 那你就要轉前圈 你看喔 那瞬間就 有沒有 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到時候你眼磨的地方凹的 對 我們上面在抹的時候 就呈現說凹的地方會黑色 對 兩個顏色的對 好 戴一次看看 它怎麼黑掉了耶 那我這把整把會不會變黑的啊 老師 是只有你眼磨的那個地方 真的嗎 對 人家是老師你會懷疑嗎 可以 可以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顏色又變了 又變了 對 好 好 再翻 想打造一把屬於自己的刀 你只要空出時間 能到就好 金光師 會打點好一切 或者 你也可以 去參觀 已經舉辦了二十年的 刀與生活展 除了金光師 還有其他刀將 都會去參與這個年度盛會 把把獨一無二的刀 絕對讓你看了目眩神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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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是不是很不錯 大刀拿來當伴手禮送朋友 而這把分石小刀留著 以後 都會是我露營的小幫手囉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有沒有什麼獲得呢 如果有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好 好